情商也被称为情感治理或情绪商术 是大脑识别情绪变化的能力 能够利用他们倾听他们传达的信息 并有效地调节他们 拥有高情商的人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 也能识别他人的情绪 这使他们能够区分不同的情感 调整自己的内在状态 并进行更好的沟通 也许最具代表性的情商模型 是由心理学家约翰·梅尔和彼得·萨洛维提出的 他们在1990年将其定义为四项技能的总和 感知、运用、理解和管理情绪 感知情绪是我们通过面部、图片和声音 来探测情绪的能力 这还包括了识别我们自己的情绪 这是情商的基础 使我们能够处理其他所有情感信息 运用情绪是让情感和理智协调一致的能力 情商高的人能够感知到自己情绪的变化 并因此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有效地引导情绪 理解情绪是我们理解情感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 它包括识别和描述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演变和变化 管理情绪是调节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 擅长这方面的人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 调节心情 并且能够影响他人的情绪 有些人似乎天生就具备这四项能力 而有些人则需要在每一项上付出更多努力 好消息是 我们大多数人可以通过正念 锻炼 治疗和学习来提升情商 而且这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值得的 更高的情商往往与更高的学术和职业成功相关 这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及其管理方式 会直接影响大脑倾听和学习的能力 正如彼得萨洛维总结的那样 心情好的人在归纳推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方面表现得更好 那么你怎么看 情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在学校里教书的东西吗 如果是该如何教书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 分享你提高情商的经验和想法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并在油管或通过视频里的链接加入我们 想了解更多信息 或去课堂练习 或无背景音乐的视频 也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本视频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 早上 袁赚 语